梁景松,祖籍广东顺得1973年香港大学毕业或社会科学学士学位 香港行政会议成员,教育统筹委员会主席及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成员 香港特别行政区前财政司司长,黑石集团大中华区前主席 现任南风集团行政总裁,身兼国际小母牛香港分会主席 他的妻子是跳水运动员福明侠 1952年,梁景松生于广东顺得,后来全家搬到了香港 父亲是服务员,没什么钱,家里是穷的叮当响 而且他们兄妹有九个,光吃饭就是一项不小的开支 按理说这样的家庭的教育理念是知识改变命运 或者是考上大学是唯一的出路 但梁景松没一点自觉,平时除了逃课掏鸟蛋,就是上课睡觉 高二升高三的时候居然只考了13分 梁景松当时就读的英华书院考了13分 要磨留级要磨退学,教务处让他二选一 梁景松立马傻了眼 这时候于文老师陈耀南和校长爱理事看这孩子还可以 就说服学校给他一次机会,让他读高三 梁景松毕竟还是很聪明的 高三天天在学校饭堂通宵苦读 一年后竟以高考文科状元身份,考上香港最高学府香港大学 不仅高考时是一匹黑马 工作后更是横行无阻 1974年起他在花旗银行任职 作为世界最大银行之一的重点培养对象 他接触了企业、地产及贸易融资、外汇及股票买卖、 私人银行业务、项目贷款及基金管理等多个业务 在东南亚等地担任花旗银行分行的董事职位 1996年他进入美国大通银行工作 2000年该银行与J.P.摩根合并 改称摩根大通 他担任该公司的亚太区主席 事业一度达到了高峰 被称为香港第一财俊梁景松是一个职业经理人 但他不是一个没有原则的经理人 1996年花旗银行邀请他前往纽约出任花旗银行总行副主席 年薪2300万 但条件是要他移民美国 他二话没说就拒绝了 随后在摩根大通银行担任了两年亚太区主席后 他又做出了一个轰动海内外的决定 弃商从政 出任香港财政司司长 而这份工作的年薪仅仅只有200多万元 他是香港第一个从非政府公务员直接担任政府高官的人 任职时不仅没人反对 大家还高声喝彩 他不仅没让政府高层失望 还让基层人民敬仰在他担任香港财政司司长期间 香港正处于金融风暴后最低落时期 他迅速进行一系列措施 力挽狂澜 2003年 香港经济得到了回升 在他任职期间 三年GDP收入总和超过了三万亿 无论商界还是政界 他都是人身赢家 在感情上 他更是人身赢家 他的妻子就是奥运会历史上最年轻的跳水冠军 中国奥运跳水史上第一个板台双官王 跳水皇后福明侠 2001年 梁景松和福明侠一同出席香港一年一度的杰出领袖颁奖典礼 两个人再次相遇 梁景松看旁边的福明侠一个人很无聊 就拿出记事本两个人一起玩游戏 就这样一见钟情 互生情愫 两个人不断约会 梁景松不断来往北京和香港 还开着跑车给福明侠当司机 但是因为两个人的年龄关系 这段感情不被所有人看好 当时梁景松49岁 福明侠才23岁 整整差了26岁 梁景松比岳父大人仅仅小了2岁 在所有人的反对中 两个人牵起了彼此的手 步入婚姻殿堂 那一年 他24岁 他50岁 梁景松县仁南风集团行政总裁 兼国际小母牛香港分会主席 无论他做什么职业 什么岗位 都离不开浓浓的中国和香港情怀 他丢了千万年薪的工作和美国国籍 换来了祖国的繁荣和家庭的美好 懂得输才会赢 无论对国家和个人 事业和家庭 他都是人生最大的赢家 曾获香港杰出管理奖 香港特区政府金子金新章 他们发现了一个我 都离不开心 都离不开心 我都离不开心